之前为庆祝严品郡王398周年圣诞 县府与沙东宫也照顾礼 办理四殿典礼献祭活动 县医院纽浩、蔡孟儿、吴瑞芳、黄东浩都到场出席 并在主机关县府秘书长洪瑞智带领下 千诚朝拜祖所为地方祈福 拜! 沙东宫一直以来是我们地方的信仰中心 那也一直以来的话都遵循着鼓励 不管是我们一年会有两次 一个是县府一个是公所举办的一个祭典 那也希望说今年也一样 也拜托这个新工业和众星星都可以给大家保庇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那在这个398年的一个祭典活动中 也都能够一切的圆满成功 全台阴疫情各行各业都打受影响 所以趁着此次联平俊王圣诞 先愿参门而出的是前程驻售外 更用心祈求国庆岩必要疫情尽快度过 我们希望说这次的疫情也能照着我们开台信仰的行为 来给他比喻 给他一切都平安来落幕 这个疫情冠金来结束 让我们的经济可以慢慢来复苏 大家有法度过正常的日子 成立也能好好来做 在这里祈求我们开台信仰灵感比喻 沙东宫向火鼎盛 盐平俊王被受地方民众惊讶 先愿武略方也呈现祈求国庆岩能够避佑地方 风调雨顺 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竹山的沙东宫 春季的祭拜 我们沙东宫开台圣王 非常受人家的尊重 所以信仰也很少在这里参拜 他的保佑大家合计平安顺势 风调雨顺 台平安 议长河胜峰 公祝盐品俊王圣诞千秋 也祈求国庆岩能够持续避佑地方 疫情尽快消除 帮助民众恢复以往安居乐业的生活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